杀一人我尚且不忍 何况兵戎相剑 生灵涂炭 在意吧 父王 若儿 你今日连连给本王惊喜 不知今日又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果然是稀罕的物件哪 我这倒是雕刻精致的玉坠 却不曾想 这琥珀的晶莹比起玉的温润 更体现出它的灵动精妙啊 父王说的是 鸳鸯成霜 蝴蝶成对 爱情就像这晶莹的古墓之类 从千万年前被定格的那一刻起 便倦勇至今 好一个古墓之类 好一个倦勇至今哪 若儿 你果然是 会心拦志 见解独到啊 世间的爱情 本就应当是纯粹剔透的 只可惜如今天下大争 如此至纯至美的爱情 已经很少见了 不过也不是没有 儿臣就知道一令 哦 说来听听 父王可认识 雪木的大王纪 说的 可是云桑 云桑姐姐一直心系正事 是福佐浩许 可是在她心底里 一直有一段求而不得的挚爱 她的心上人 父王也认识 是谁 正是我们凌云的景时将军 竟是景时 是 可惜他们身在不同的王族 身份地位悬殊 不过 故迟迟未能在一起 暗存相思 甚是辛苦 他们果真是 男有情 女有义 千真万确 真是这样 本王倒是 可以成全他们 父王当真 鸳鸯成对 蝴蝶双漆嘛 本王也乐意见得 这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如若这人人都能够幸福快乐 这世间自然就少了许多的纷争啊 若儿 陪我再到处走走吧 是 父王 是 母王 是 父王 想要路 在这次 是 母王 走 是 父王 走吧 老王 臣 和我 还没面子 就是 我是你 在哪儿 那是 还有一件事情 希望是阿末多虑了 我在井石的府上 见到一名井石的贴身侍女 听到你们的婚事 眼神怨恨 颇有恨意 还望姐姐提醒井石将军 云桑 你怎么来了 有什么事 蝴蝶传讯不就好了 你怎么还跑来这一趟 因为我想你了 对了 阿末传消息来说 我们的婚事啊 凌云王同意了 真的 他应该很快就会传召你 商讨提亲的事 太好了 这样我们的婚事 就成了一半了 阿末还说了另一件事 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说的吗 不是不能跟你说 只是不知道从何说起 阿末说 你的贴身侍女 知道我们的婚事之后 好像很愤恨的样子 我的贴身侍女 那应该是弃女啊 她从小在我府中长大 跟我相处多年 青铜兄妹 怎么会听到我成亲的消息 会感到愤恨呢 你看你啊 平时心思如此凹凸 怎么对自己的事情那么糊涂啊 她跟你相处多年 对你当然是有感情的 喜欢你也很正常 她跟你相处多年 对你当然是有感情的 这怎么可能 我可是 好了好了 我只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希望你能妥善地处理好 是 夫人教训的是 谁是你的夫人哪 还没说要嫁给你呢 我准备把她认作异媚 一来断了她对我的念想 二来嘛 也算是给她一个名分 方便她以后 找一个优秀的夫婿 如果她暂时还不想出嫁的话 我就把她送到母亲那里陪伴 直到她找到一个成龙快婿 如此可好啊 一切替你安排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允桑 等着我 等着我亲自到玄墓去提亲 到时候 风风光光地娶你进门 嗯 我等着你 我等着你